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在银森森的屋子里 突然瞧到窗外有张脸正盯着你 试问谁能受得了 我顿时就下了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上 刚打开的战术弹灯也碎了 手电筒更不知道 滚到哪里去了 周围瞬间被无边的黑暗包裹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 那股阴冷作祟 我连连打了好几个寒阵 一想起窗外那张模糊不清的人脸 我头皮就有些发麻 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过瘾吗 我伸出双手在地上摸索着手电筒 可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更别提手电筒能找到了 一时间我就好像陷入陷阱的羔羊 正被那只女鬼给死死地盯着 慌乱之下 我鼓足勇气冲外面喊了一嗓子 谁 谁在外面 没想到对方并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这时候明天外面有人路过 一定以为我是疯子 竟然跟空气说话 可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我暗骂了一声倒霉 刚才屋子的门肯定是那家伙所伤的 他是想把我困死在这里 他为什么憋着不说话 莫非是想玩心理战术 慢慢地吓死我们 够热的 那东西到底是人还是鬼 好歹 给我个明白话 难不成是什么女粽子 一想到粽子我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此刻胖子王源潮他们都不在 我孤零零一个人心中也愈发地害怕 眼下离集合的时间越来越近 我守在屋子里也不是办法 可是门又被锁得死死的 周围还看不到一点光 尽管我有点小聪明 但此刻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对呀 光 一想到光我突然有了主意 虽然探照灯摔坏了 手电筒也滚灭了 但是星军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 虽然打火机的光持续不了多久 但是足够让我摆脱眼前困境 将打火机握在手里 我之前的恐惧感立马消失了一大半 手上的动作也没那么慌张了 我深吸了口气 就咔嚓一声点着了火 随着火光亮起 整个阴窄之内 顿时亮起一丝金黄色的火花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打火机 来到之前看到女人脸的窗户边 就发现之前那个披头散发冲我笑的女人 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以为那东西去了其他地方 又往两边照了一下 三国时期的窗户 都是木头筐里照上一层薄如蝉翼的青纱 我怕窗户点燃 没敢太靠近 不过依旧没看到那张女人脸 奇怪了 难不成是我刚才看花眼了 不太可能吧 我下意识地又推了推屋子门 发现那门还是被锁得纹丝不动 这下我头上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心中骂道 够热的 这地方肯定是藏着什么东西 可对方就像幽灵一般 一声不响地将我困在这屋子里囚禁起来 我只好将打火机高高举起 想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情景 可惜倒霉总是接二连三 打火机的火苗只亮了一下就彻底熄灭了 周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我的心顿时被揪成了一团 也顾不上打火机被烧得有多烫 拼了命地去按 可是也不知道打火机是没气了还是烧坏了 怎么打都打不着 急得我恨不得把打火机给扔掉 就在我急得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 对面的窗户 突然被刺破了一个洞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立马将我惊醒 我赶紧停下手中一切动作 整个人悄悄地贴在窗户下面 想看看这东西到底要干嘛 对方似乎很谨慎 只往屋子里看了一眼 就再次离开了 我藏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觉得东西已经不在 这才慢慢地将眼睛移向窗户上的洞 同时左手去按打火机 希望能够看清楚那东西的样子 没想到 这次打火机很顺利 虎苗蹭了一下就照亮了 我刚要眯着眼睛往外看 却发现那张脸并没有离开 依旧像壁虎一样趴在窗户上 瑟瑟地和我对视着 那一刻 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我只觉得脑子要炸了 后背更是一遍一遍往外冒冷汗 我甚至都不敢 跟那眼睛对视 那只眼睛实在太恐怖 布满了血丝 比恐怖片里的无业凶灵还要甚人 我吓得失去了理智 拽出行军包里的工兵铲 就朝面前的窗户横扫了过去 然后抱吼一声 整个人就顺着窗户往外撞 还好 经过了几千年的腐蚀 这间屋子并不是很结实 三两下被我撞开了窗户 我麻利地滚出屋子 不过就在我抱着工兵铲 准备找那张脸的时候 打火机跟着灭了 卧槽 这完蛋玩意儿 我当时脑子里已经乱成一锅粥 根本没工夫想起它的 只是拼了命地 想冲出这座夏侯家的烟柴 可是周围没有光 我好像无头苍蝇一样 装上院子里的翡翠假衫 疼得我一阵呲牙咧嘴 我又怕后面有那张脸追上来 也顾不得身子疼痛 拼了命地往前跑 就在这个时候 假山里突然有个人影动了一下 这时候我的神经崩到极限 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很快捕捉到了 所以工兵铲第一时间就招呼了上去 管你是人是鬼 先吃小爷一铲子再说 但铲子很快就被人影给夺走了 我刚想大喊大叫 人影就扑上来 死死捂住我的嘴 然后我整个人就像一个麻袋 被活活地拖进假山后头 那手掌非常的粗糙 力大无穷 感觉分分钟就能掐死我 我拼了命地反抗 也不管手还是脚 几乎能用的地方全部都用上 我甚至已经想找机会 拉箱手榴弹 同归于尽了 却没想到突然有人在我耳边说道 别乱动 是我 听到这个声音 我顿时就是一轻 刹那间就停止了挣扎 这声音虽然短短只有五个字 但是我一听到这浓重的河南墙 我就知道是谁了 这不就是在九道连环门那儿 失踪的赖汉吗